以赛亚书第24章 看啊 耶和华是大地空虚 便为荒凉 他必翻转地面 是地上的居民四散 人民和祭司 仆人和主人 婢女和主母 购买的和贩卖的 借给人和向人借的 放债的和借债的 全都一样被分散 大地必完全到空 被劫掠净净 这话是耶和华说的 大地悲哀衰残 世界零落衰残 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衰败了 大地被弃上的居民玷污 因为他们犯了律法 围了律例 背了永远的约 因此大地被咒诅吞灭 地上的居民要承担惩罚 因此地上的居民被焚烧 剩下的人很少 辛酒悲哀 葡萄树衰残 心中欢乐的变为贪喜 几股的喜乐止息 艳乐者的喧哗停止 弹琴的喜乐也止息了 他们不得再饮酒唱歌 喝浓酒的避绝苦味 荒凉混乱的城被毁了 各家关门庇护 使人不得进入 有人在街上因五酒呼喊 一切喜乐都已过去 地上的喜乐都消逝了 城门所剩下的只有荒凉 城门被撞得粉碎 在地上的万民 都像摇过的橄榄树 又像被摘去完了的葡萄树 剩下无几 剩余的人必高声欢呼 在西边的要宣扬耶和华的威严 在东方那边的要荣耀耶和华 要在沿海的重岛上 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 我们听见从地级有歌声唱着 荣耀归于一人 我却说 我消瘦了 我消瘦了 我有货了 诡诈的仍在行诡诈 诡诈的仍在大行诡诈 地上的居民呢 恐惧 线坑和网罗都临近你们 那逃避恐惧声音的 必堕入线坑 那从线坑里上来的 必被网罗缠住 因为天上的窗都开了 地的根基也震动了 大地全然破坏 劲都崩裂 大大震动 大地东歪西岛 像个醉酒的人 又摇来摇去 像座草棚 大地被骑上的罪孽 重重压着 以致塌陷 不能再起来 到那日 耶和华必在高天之上 惩罚天上的重军 又在地上 惩罚地上的猎亡 他们必被聚集 像囚犯 被聚集在牢狱里一般 他们要被关在监牢中 多日以后 他们要被惩罚 那时 月亮必蒙羞 日头要惭愧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 必在西安山 在耶路撒冷作王 并且 在他子民的众长老面前 大有荣耀